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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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丁超 我昨天已經在TG 裡面跟各位講過了 這個要賣股票 昨天是價格比較不錯 昨天是衝到這一波段最高 所以我們昨天就開始建議 一大早就建議會員就是 先賣一半 做兩天賣出 因為我不知道今天到底要怎樣跌 我昨天已經跟各位 昨天一定是 美國一定是大漲大跌 一定的啦 還沒開盤就知道 台北股市昨天大漲 但是美國股市會大漲大跌 因為要公布CPI指數 對不對 美國要公布CPI指數 它到時候不是大漲就大跌 結果美國股市昨天是大跌 它是開高走低大跌 那大跌今天當然就大跌 那如果昨天美國股市大漲今天就大漲 賣的價位會比昨天更好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分兩次賣出 因為要提防美國昨天大漲 因為要提防美國昨天大漲 那為什麼要做兩次賣出 因為要提防美國昨天大跌 所以這樣就可以把成本平均下來 我這樣講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你說老師那你有本事的話 為什麼昨天不一次一次就把它賣出就好了 我就沒有這個本事啊 別人有這個本事我沒有 昨天賣不是可以賣到比較好的價錢嗎 對啊這樣就是馬後炮啊我知道啊 我當然知道啊 可是今天賣出不見得是 價格一定是比昨天不好 有些股票不一定不好 你注意看這裡 今天雖然是跌了四百多點 盤中六百多點 漲的加速還比較多一點 台積電今天跌四十塊 最高是跌了五十五塊 一塊錢就八點 每跳一點就五塊嘛 五塊就將近四十點 三十九點 正確是三十九點 就是七點八 大概七點八二三左右 七點八二六左右 現在目前點數 不到八點 但是將近八點 他用跳就五塊錢在跳啊 一千塊以上就這樣規定了 所以今天台積電最後是跌四十塊嘛 跌了三百多點 這檔股票跌三百多點 最後跳兩檔上來嘛 一零四零嘛 所以這個十塊錢啊 這個就將近八十點 所以大盤最後沒有跌那麼多嘛 這八十點再加上去就五百多點嘛 那他會影響到其他股票嘛 尤其是全值股 尤其是全值股 這第二名的 這已經有三兆 紅海已經有三兆的市值 所以影響力越來越大 台積電是28兆 紅海現在已經有三兆 市值是三兆 台北股市目前的市值是80兆 台積電將近28兆 大概占百分之32 那紅海是三兆 那聯發客超過兩兆 聯發客是兩兆多嘛 所以這三檔股票跌下來 就對指數影響力很大 紅海就影響了39點 紅海今天跌9塊半 影響39點 聯發客影響29點 那影響比較大的就是 還有另外一檔 就是智越光嘛 它也是大全值 還有台達電 台達電也是大全值 全值大 所以這幾檔 我剛剛練過這幾檔就超過400點 就400多點 那大盤跌400多點 那這股檔就跌400多點 所以你會發現你的股票不一定跌 我已經講過你的股票不一定跌 那為什麼我要先跟各位說明這個 就是我講這個你就知道說 如果未來台北股市跌個2000點3000點 你要接受 但是不一定你的股票會跌 就是如果說往下再修正的話 這個也一定會跌 這個也會跌 這個是前十大 今天雖然沒什麼跌 這兩檔也會跌 這前十大一定會被鎖定 國泰金富邦金這一波也跌得漲不少 也會被鎖定 前十大的股票都會修正 那中小型股就不一定 但主力股一定會被修正 主力股最近炒作提財漲幅比較大的 那一定會被修理 因為主力一定會落跑 那主力股如果主力落跑 那跌幅很兇 那個很大 那個很恐怖 你說台積電什麼國泰金這種跌下來 頂多10% 20%而已 那主力股下去就是對切的 所以前子股有前子股的好處 你看這一波上來以後 你注意看 我從近期來講就好 不要講太遙遠 因為這個你記得比較清楚 四月中旬不是有一次的回撤嗎 這邊不是有兩萬點回撤下來嗎 兩萬點八百點回撤到19291 那小幅的回撤 小幅回撤19291到季線 這條就是季線 上升季線中線多方式 上升季線1715中線多方式 打到以後就停止 這邊是突破 整理長時間的整理 15975去年的光復節 這邊整理非常久 非常多個月 然後突破 下彎到打到季線 然後扭轉季線 季線去向上 形成中線多方式 這個是去年的事情 這個是今年的事 今年過年前的事 這個是四月份大家比較清楚 這邊的台積電就是740塊 這一波740塊 那這邊是1080 那我必須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你只有看指數 你會失真 你會不好判斷 因為台積電740到1080元 這一波的漲點就340塊 340嘛 那340塊 台積電等於是你 用8點來算就好 就用8點來算 就2600多點 台積電這一波就漲了2600多點 2600多點 台積電漲了2600多點 那鴻海呢 鴻海我跟各位解釋過 每一塊錢就4點 因為鴻海它的股本比較大 所以它跳動也蠻大的 那你說這一波裡面 它鴻海從這邊 一樣從四月中旬 就137.5算 這漲到這個地方 也漲了好幾百點 漲了好幾百點 同樣的位置 連發科也是 從966 我們買在970 我們就全部都賣掉了 那連發科漲到1500 這漲點 這前三大漲點都很大 那包含這種 什麼國泰金 富邦金 從64塊拼到90幾 這個都是大全值 大全值獎才有用 還有我們操作的台達電 也從1902拼到400多 這叫全大 全十大 全十大獎才有意義 所以你發現我練到全值股 它的貢獻度非常的高 那這一波指數漲多少 4000多點 這一次漲了4000多點 對不對 這24400多嘛 那這邊19200嘛 對不對 大概就4000 漲了4000多點 那我幫各位已經算過了 大概台積電的漲點 佔百分之52 就是這一邊的漲幅 也還不止 不止4000多點 這4400再加上這個700的話 5000多點 超過5000 700多點 700多點 700多點到2萬 700多點再加上這個 5000多點 台積電漲了2600多點 大盤漲了5100多點 大盤漲了5100多點 台積電漲整個漲點 百分之52 不對啊 完全失真 因為台積電的全值 我剛剛不是練到了嗎 28兆 佔80兆裡面的百分之32 所以台積電超漲 因為台積電漲得太誇張 因為它佔全值百分之32 可是它漲幅百分之52 它漲點佔大盤百分之52 那表示都被它拿走了 幾乎都拿走了 那如果說加上鴻海也漲不少 零化科也漲不少 富邦金國泰金都去不了 所以造成了0050 這一次也拚了很大 0050 這就是台灣最厲害的50檔全值股 這個就是指數型的基金 ETF 像這個就不行了 這不是高股息大家的最愛嗎 對不對 高股息啊 大家不是說高股息穩賺的 年利率可以賺8% 趕快去溫行解定存 趕快去借信貸 去借房貸 那那些縮到幾% 這個可以賺8% 指率率很高 你記得嗎 那時候不是大家在搶 還付了1000多億 那4月1號掛牌 那4月1號掛牌 10塊錢掛牌馬上破發 那搞了老半天了 搞了三個多月終於解套 那不是10塊嗎 現在10塊2.5 這4月到現在 我現在要比較 這三個月時間 有啦有解套啦 心情不好就這邊嘛 解套啦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 因為問題是4月1號是幾點你知道嗎 20222點 現在是這裡 大盤漲了4000多點 00940 沒有錯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高股時就沒去啊 高股時 起4000幾點 高股時沒去啊 都起這種的 都起這種的 指數型的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一窩蜂去做的事情 不一定是對啦 大家一窩蜂嘛 大家都在那裡唱嘛 當時那00940 你買的時 募集1700多億 會跟我們跟王家 去建商在那裡找咪 說人家怎麼不要買牌 你手腳就沒辦法了 你是要怎麼買牌 跟我們營業員罵 罵頭 大歲生 新聞還有沒有 好阿基 大家都放上 那王鋒 大家大膽的 大家都在那裡 那也拿了很多錢 那王鋒 王鋒一定是拿人的錢 沒怎麼在那裡 在那裡 543公那裡有的沒有的 說穩壇的 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 殖利率穩壇的 那說什麼消費 有什麼東西可以穩壇的 我都不聽過 有什麼東西可以穩壇的 你除了定存以外 什麼東西可以穩壇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現在這樣 現在幾手起到這裡 那很多時候就很緊張 我現在獨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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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獨起獨起 要怎樣 對不對 這種心態我了解 我當然非常清楚 我當分析師 我當然了解你們的感受 可是投資朋友 我們投資股票目的是為了賺錢 我們賺我們應該賺的錢 如果我們的投資環境的風險已經很高了 很高 那我們要追求利潤 可是利潤變成不對等 我們要追求一個利潤 可是我們要冒出的風險 那個代價很高的時候 這樣就不划算了 所以為什麼我這幾天要主張 要賣股票 我想我的會員一定都很清楚 我們這樣做是有責任的 那老實說 你不怕賣了以後要漲上去 我不會怕 我還有這幾天買的 我在怕什麼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這邊現場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怕大技巧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代盡一定代出 茫茫股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零二 零二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怕大技巧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代盡一定代出 茫茫股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零二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歡迎回到節目下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為什麼要做一個 減滿的動作 這邊是連續漲了 九個禮拜了 我認為已經是 超漲了 真的是有點誇張 都沒有做調整 你看這邊也有調整一次 這裡就是剛才我談到的 192 那這個已經開始收黑了 這個小型股本來就比較活潑 那如果以月限來講的話更誇張 這個是月經線 還沒收盤 月經線要到七月底 這個是連續性的每個月的 這個也太誇張了 都沒有做調整 很誇張 所以我們的風險就越來越高 所以我就是在提及昨天有講過 我們也考慮到會員的感受 當然我們雖然是有把握 但是我們也沒有辦法 什麼東西沒有辦法百分之一百 所以我就建議我的會員就是 保留三檔股票 保留百分之三十的資金比例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我已經跟各位講過 我們做股票不會做一檔 我們一定是分散好幾檔股票 那股票不是投資一成就是投資兩成 而且是現股買不借錢 不融資操作的 再好賺我也不要叫會員融資操作 那所謂一成的意思就是 你一千萬只能夠買一百萬 一億只能夠買一千萬 這個叫一成這是規定的 我給你的call信就這樣規定 你不照做那是你自己的決定 我不可能一檔股票去壓滿百的 不可能 我又不是賭徒 所以我們保留三檔股票叫抗跌的股票 那就是三成壓了三成的 退出百分之七十的現金出來 就一千萬退出來七百萬 一億就退出來七千萬 那為什麼還有股票呢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過了 這個是彈性的做法 那如果我發現說 讓我判斷說這個大盤可以跌五千點 我不但會全部出現 而且還會放空 那我預估這一次應該是兩三千點 就可以處理掉 就是應該是會跌到季線 這個是非常有大的可能性 那這檔股票就我跟會員講就是 非常有大的可能性到這裡來 這邊如果跌到這邊的話大概兩百塊 大概要貢獻一千六百點 台積電如果貢獻一千六百點 占比他這一波上漲是百分之五十二的點數 所以大盤大概要跌到三千點 大概三千點就可以交代 這一波的一個調整 當然這是預估喔 不一定是這樣 我只是說我當一個分析師 我必須要跟你講 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要做這個動作 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你保留三檔股票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我只跟各位講一檔 其他兩檔我不會講 這一檔一定要保留 老師你不怕說只是崩盤大跌三千點 兩千點三千點 他也大跌我不怕 因為他不可能會跌 因為別人在漲的時候他不漲 你了解我意思嗎 而且這個是非常優秀的股票 我已經跟各位解釋過了 我已經跟各位解釋過 這個股票為什麼會跌 就像台積電之前曾經跌了46% 從688跌到370一樣 這個都會做調整的 像原發哥之前1215塊 也不是跌到533 跌了百分之56 那一波跌幅更大 後來都創新高你忘了嗎 所以四星他跌下來也是正常 跌了四成多也是正常 你不用覺得很奇怪 再好的股票都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我剛剛講的意思就是說 你指數再會漲 股票再會漲 你都要面臨總修正 不可能永遠再漲的 尤其那些投機股 小型股 題材股 你要特別小心 那個主力炒作上去 一旦放手 沒人接的 你說這種前置股跌下來 股票還會有人要 對嗎 我也跟各位講過 如果說你真的很保守 你就要注意這個 長期投資嘛 這種股票 最近比較沒那麼理想 但是這個東西 還沒那麼多 我不是說你要買這個 我是說 既就這種比較安全 你現在指數 現在兩萬四千點 你當然是注意這種股票 不然你要注意什麼股票呢 這種的 沒有研究 沒有研究什麼 你指數你如果落下去 兩三千點下去 這種不會落 我告訴你 還會倒頭蓋下來 你說這種的 你連看他都會反彈 這個按摩在蓋 人他就會蓋 這就是這個意思 物極必反 所以我跟各位講 如果指數要修跌 三萬股票跑不掉 台積電 鴻海 年發科 這三個一定要落很多 如果說你自己的 你批評這些股票 你是沒做 你批評 我有做 我有做 我有做聯發科 你不記得嗎 我自己都講 我們這聯發科會跌的 我們把它賣了 我們不可能保留這種股票 有賺就好了 所以我們保留三黨股票 對不對 總共總資金就是保留三成 三成現股不借錢的 一千萬就保留三百萬 一億就保留三千萬 就要到三成 退出百分之七十的現金出來 我們就看著辦 那就一估大盤會有可能性 不是說一定 我哪敢講一定 可能性跌個 有可能性跌到這裡來 就算跌個一兩千點你就受不了了 因為現在幅度很大 台積電很補 你看今天台積電 台積電隨便一跌就是影響大盤兩三百點 那我跟我講過我不是說台積電 我不是看衰台積電 我們很看好這家公司長線 可是短線來講真的是超漲 如果讓它跌到這邊來 這樣就兩百塊 兩百塊 兩百塊 我剛剛跟各位講了 一塊錢八點就一千六百點了 一千六百點 它不是只有跌它 那其他加加總總兩三千也不用 那老實說兩三千也很恐怖 有什麼好恐怖的 大盤從一一萬兩 九千二漲到兩萬四 你怎麼不說恐怖 漲了五千多點你怎麼不說恐怖 漲的時候就不恐怖 跌的時候就很恐怖 你漲了五千多點 切個一兩千點下來 回檔個一兩千點或是兩三千點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如果說這個大盤 如果要超過五千點的跌幅 那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要考慮放空了 那就會變成空投市場了 可是我們這一波 我們現在目前沒有辦法 一估那麼遙遠 所以一定會跌多少 可是回檔修正 那是必然性 那技術面的調整 所以我就跟各位解釋過 我是講給我會員聽 也講給你們聽 因為大家都好朋友 那我也不是相當總老師說 就是其他老師一樣 每天在那個畫鈴鐺 每天在那邊摧虛漲停板 那種我們不屑 那種那種腳踝不心想 那種老老實實跟你說 所以我們就退出了現金 我們昨天賣今天賣 對不對 這講得很清楚 在TG裡面都已經跟各位預告 也不是說 我們要做一個動作 以前一定有先預告 我就有先預告 我要怎麼做要怎麼做 了解關於什麼 所以指標過熱 真的要提防回撤整理 漲這麼多的話 真的是也該休息一下 該整理 這個應該大家聽起來都 會覺得很合理 很正常 難道你認為指數永遠都不回頭 一度平到三萬點五萬點 有這種事情 你第一天做股票 你又不是小白 對不對 那稍微有經驗的人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還是保守一點比較好 對不對 先退出現金 現金退出來 股票換鈔票 等到股票跌的時候 我們就用鈔票再來換股票 這樣做不是很好 做股票本來就咕咕長長 不要在乎短線 有的不的漲跌 這樣做什麼 你不會操作 你就跟我操作 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今天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下座見 下座見